注意看这个怪兽外壳 让初代的成名绝技 斯派修母光线直接无效 八分光轮攻击也被弹开 可谓是铜墙铁地 初代的颜面直接扫地 怪兽奇拉到底该如何打败 故事要从太空站说起 这里的研究员在监视器中 看到一个奇怪的眼球 突然它爆发出强烈的亮光 研究员集体暴芒 因此科特队才会前往宇宙 众人来到太空站 发现情况不妙 如果不在24小时内修复保险丝 整个太空站就会爆炸 但是这种特殊的保险丝只有Q星存在 于是村松队长带着队员出发 Q星正在上演一部好戏 怪兽奇拉和萨伊哥这一队冤家正在打架 科特队正好碰上落败的萨伊哥 轻松将他消灭 逆行人也终于拿到保险丝 然而奇拉可不是吃素的 面对侵入领地的人类 奇拉直接释放卡兹兰大眼睛 导致大助暂时失明 没错 他就是让研究员失明的元凶 好在科特队训练有素 很快就安排好各自工作 早田也趁此机会变深奥特曼 才让飞船成功撤离 但是他也被奇拉的双眼刺伤 初代直接满地打滚 奇拉上去就是猛踹几脚 计时器直接开始闪烁 看到如此若击 奇拉直接一行完山扬长而去 初代起身搞偷袭 没想到这只怪兽这么厉害 两发攻击直接无效 被逼无奈终于使出法术 只见奥特曼用手轻轻一指 奇拉竟然逐渐升空 随即被送上西天 炸出一朵灿烂的烟花 奥特意念简直杀怪于无形 最后科特队及时返回太空战 修好保险司总算是化险为夷 这集我实在不明白 作为入侵者的奥特曼 将本是原著名的奇拉杀死 如此善良的奇拉 仅仅是浩斗而已 刚开始没有痛下杀手 放过初代一马 初代搞偷袭 赶尽杀绝恶臭至极